讲着讲着眼眶泛红 回想刚发病时内心无比煎熬 生完孩子七个月后 王小姐突然丧失大小变功能 短短时间内从双脚麻痹到瘫痪 卧床 轻轻滴落到有轻生念头 确诊罕见泛式神经脊髓炎 全球十万个人中 大约有零等三七到十个人罹患 属于自体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疾病 后天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才发生这个疾病 神经内科风湿免疫中心团队合作治疗 使用类固醇脉冲 血浆致幻素 施打生物质剂加上复健 王小姐终于脱离失能危机 亲身复慰加上拥抱 高明的医术和世病友情 都是王小姐坚持下职的力量 大爱新闻 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你很冷静